既擺去九龍城食封遊世界, 除了宋皇臺, 還有很多地方玩家, 九龍寨城裏面有個, 很識字子屏, 我死鬼父親就在中華民國十九年初春時期, 帶我到香港玩家, 最近和我在舊金山個城一百零三歲, 人碎老母說長頭電話, 她也說起, 叫我做短片, 老母說當時在東門進去, 走幾步便到, 竟式字子亭系專砌長方營亭, 大約闊四米, 深一米四左右, 入口頂掛著一排橫扁, 寫著五個雞, 那麼大隻堂字, 竟式字子柱, 有隊隊親住, 奔馮建廷, 色字之心稍威, 捐連竹浦, 敬指之廢上營, 當時有個夫子告訴我們, 說那個是清朝, 張玉堂將軍在咸豐那時建造, 裡面的孔中是張玉堂墨寶, 一進去就有篇大約一百個唐字文章, 自指冥黑在中間那份牆上, 大二是叫人好好讀書, 珍惜紫章那樣! 左邊長身有的這麼大唐字, 瘦, 旁邊又有福隊, 玉總福賢劉細澤, 須憑心地職音功, 右邊長身有雞, 那麽大兩個唐字, 墨園, 旁邊的福隊是, 龍長鳳母, 如若冤飛, 那時有小販將他所有墨寶印出來賣, 每份成為五毫子咸龍, 本來老爸買了一份, 被老母丟到七彩, 因為跟著我們玩後王廟, 看著他兩塊殼字石和鵝字石後, 就在後王廟附近那間叫金谷園茶寮, 拆盒金字反省城, 那處整碟山水豆腐都是賣五毫子咸龍, 老母說吃了好過買垃圾, 老爸怕狗,老母說冷煩, 叫蝶沙尾雞,羅漢齋, 還有水餃, 失救老母把口, 我就大飽口福啦! 八十多年前的事, 想起到和味, 那時香港人已經很冷爛到, 我吃飽酒去看老婆打麻雀, 被老母丟, 說不給學, 所以現在八十七歲的人, 每天等著頂蓋拉台, 都未碰過麻雀! 多謝你老母, 願你在遠處的舊金山健康快樂長壽!